我一直以为 我25岁生日 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要自己干成一个大孝顿 还会百分之百的六 那这一刻 真正的25岁要来了 我今天测评了好几款螺蛳粉 被蜜蜡撕几十次 但直播间小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是别干主播了 你赶紧改行吧 凭什么不干呀 我还就做这个 我应该工作了三年的投资经理 我只知道我选择的一个项目 我就要全力all in 这是我的工作选择 为什么看中一个项目就必须全部all in 你的all in就这么不值钱 我以前以为只要有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现在两个礼拜开不出单 我就要被辞了 是不是感觉放在面子 我来找一个讨厌专家 特别没有问题 不要去多伦多 水下漫画 我只想过简单的生活 拜托各位读读照片 但你们就是那种 我想成为却永远也做不到的那种女人 就因为你的风波 难度必须和你解决 凭什么断定我就怕不起来 来 每次遇到困难 我都会想到小谷 如果是他会怎么做 我这么做也是为你好吗 你需要成长 不是努力为了给你灯泡灰的 所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最正确的 可我们依然会坚持自我 从哪儿跌倒 从哪儿爬起来 只有踩过无数个坑 我们才会知道自己是谁 你成功了 可幸运的是 我们成为了彼此成长的底气 25岁 我的第一个愿望是 我的第一个愿望是 我传统的 各厨